谁能想到这个鬼灵精怪的公主 本是李甫一名不起眼的丫鬟洛洛 他的父亲李思年则是李甫的总管 这天李思年像往常一样叫洛洛练剑 不料一批侍卫突然闯入李甫 不由分说地开始厮杀 李思年拼死抵抗却还是倒在了剑下 而洛洛在父亲的保护下 这才躲过一劫 得知这一切都是锦王的命令 洛洛一身黑衣来到皇宫准备刺杀 他毫不怜惜地将公主绑在床上 并穿上了他的衣服 想在宴会上冒充公主借机刺杀锦王 宴会上李北王子吉列 带着部下拜见锦王 商量双方和亲的事业 原来是为了两国的和平 锦王将草原的大王子 作为人质留在锦国 而锦国也必须将公主送去草原和亲 来表示两国和平的诚意 可多年来皇后只有公主一个女儿 心中自然是万分的不舍 就在这时公主一席华府走上殿来 这瞬间吸引了在场人的目光 锦王 你要为你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洛洛冒充公主缓步走上大便 毫不犹豫地拿出匕首朝锦王刺去 千军一发之际吉列出手拦住了她 洛洛脸上的面纱也意外掉了下来 精美的面庞瞬间让吉列看待 误以为这就是给自己和亲的公主 这公主果然是玉花主 本王喜欢 吉列的话令洛洛愣在了原地 这时皇上立刻要叫侍卫处置这个刺客 却被皇后一个眼神拦了下来 她本就不想自己的女儿去和亲 如今竟有人主动点替 皇后自然是愿意顺水推舟 便当场同意了宋公主和亲的事 次日皇后单独召见了洛洛 告诉她从今往后的身份就是安乐公主 并让她老实安分地去草原和亲 洛洛说完讽刺地看向皇后 可皇后却直接表明 礼府的灭亡跟离北有关 这句话瞬间戳到了洛洛的痛楚 为了调查父亲被杀的真相 她这才愿意代替公主去离北和亲 就这样洛洛一袭嫁衣踏上了去往离北的路 等到送驾的车队到了两国的交界 洛洛从马车上漫步走下 朝着故土的方向重重败了三下 此去不知凶多吉少 但洛洛相信自己一定会查出真相 深夜草原上在歌在舞 都在庆贺离北王子吉列的大婚 这时洛洛忐忑地坐在婚房 吉列从门外醉意朦胧地走了进来 想要宠幸洛洛 却被洛洛扭脱躲开 吉列看出了洛洛的不情愿 无奈地离开了房间 她相信总有一天 洛洛一定会接受自己 怎么会 你还看 洛洛代替公主出嫁 却差点在大婚当天被拆穿身份 这天洛洛一袭黑衣蒙面潜入书房 寻找有关父亲的书信 不料一把刀突然横在了洛洛的脖子上 好在洛洛自小西武 立刻就与吉列打了起来 洛洛凭借着矫急的伸手 急忙逃回了房间 正当洛洛想要脱掉夜行衣时 身上的绳子净打成了死结 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吉列不打招呼就直接推门进入 发现洛洛已经躺在了床上 吉列早已猜出刚才的黑衣人就是洛洛 便想扯开洛洛的被子拆穿她 不料看到的却是洛洛光滑白嫩的肩膀 见洛洛光着身子 吉列这才发现误会了她 随后尴尬地离开了房间 回到书房的吉列四处翻看 并没发现有丢失的信件 心中不禁感到奇怪 当即吩咐示威加强防备 次日是你们端着衣服找到洛洛 原来是各部落的首领 前来恭贺吉列王子的新婚之喜 他们是专门来给洛洛装扮的 很快各部落首领就来到了营帐 这时洛洛漫步走上宴会 吉列见洛洛镜还穿着中原的衣服 面上有些不喜 却没有与洛洛计较 还亲自切了一片肉味给洛洛 一旁爱慕吉列的阿娜公主健壮 瞬间打翻了醋坛 听闻请国女子都能搁上 那公主想必自然是不会差了 洛洛本想无视阿娜的刁难 可身边的吉列也表示想看洛洛跳舞 草原首领都发了话 洛洛只能不情愿地站起 并拿起了公主的配件 当场表演了一套父亲叫她的镜子 在场中人见状无不纷纷夸赞 可洛洛却触景生情 想起了父亲耐心教导自己的场景 洛洛回想着一切顿时悲痛万分 分神之际竟差点摔在地上 幸好吉列及时扶住这才有经过 看着地上莫名出现的珠子 吉列当场就要向阿娜讨个说法 一旁的首领得知这是自己女人做的 立刻甘大的从中说和 表示这颗珠子是送给洛洛的新婚礼 可洛洛却提不起兴趣当即就要离去 吉列看出洛洛的心情低落 霸气地抱起洛洛往外走去 两人一同来到草原上 看着广袤无垠的青青草原 和天上自由飞翔的雄鹰 洛洛难过的心情也舒缓了不少 她知道吉列带她出来 是为了让自己散心 心中不禁对吉列产生了好感 这天洛洛一袭黑衣再次进入书房 却发现父亲与离北的书信 都是正常来往的信件 正当洛洛要无功而返时 发现了角落里有一个眼熟的箱子 还被上了锁 此时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 洛洛意外与回书房的吉列撞了正着 好在洛洛反应迅速及时逃跑 这才没被当场揭穿 洛洛回到房间换下了衣服 气喘吁吁地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压惊 这时吉列来到房间并邀请洛洛喝酒 原来是吉列怀疑黑衣人就是洛洛 便想要把他灌醉 问出洛洛埋藏在心中的秘密 这时洛洛眼尖地发现吉列身上佩戴的 正是那个神秘箱子的钥匙 为了知道箱子里到底藏着什么 洛洛也生出了灌醉对方 趁机夺取钥匙的想法 两人各怀心思相互劝酒 就这样喝了一坛又一坛 吉列看到洛洛竟故意淘酒 便盯着他一碗一碗地喝下去 我草原的流量 岂会输给你这样重远的女子 大哥 儿爹 没过多久两人就醉意上头 竟然开始称兄道弟 喝醉的吉列早已忘了自己的初衷 晕晕乎乎地向洛洛告别 可洛洛却盯着他身上的钥匙 想要取下来 不料洛洛连路都走不稳 意外拉着吉列跌在了床上 吉列看着近在咫尺的洛洛 回想起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他在见到洛洛的第一眼时就爱上了他 如今心爱之人就在面前 吉列不由地心跳加速 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次日一早吉列便来到了父亲的灵前 向他诉说自己有了心爱的人 而他也一定会保护洛洛 不会让他受到任何欺负 与此同时洛洛从睡梦中醒来 回想起昨晚的事情瞬间羞红了脸颊 这时草原上吹起了号角 洛洛听到声音立刻询问侍女 原来是将军波尔多打了圣掌 洛洛文言急忙穿好衣服 并带着好酒来到宴会祝贺波尔多得胜 吉列第一次见到 洛洛穿草原服饰的模样 不由地看呆了 直到洛洛坐在身边他才反应过来 众人一起举酒恭贺将军得胜归来 次日一早 洛洛便带领着其他部落的夫人 一起制作柔软的衣物 远处的吉列看着这一幕 不禁露出了微笑 身边的将军询问王子 是否真的相信这个中原的公主 可在吉列的心中 不管洛洛做什么都无条件地信任她 若是吉列知道洛洛假公主的身份 是否会改变心意 洛洛又能否顺利调查出父亲的死因呢 关注巴两下集更精彩